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佛说十善业道经 昨天我们说到《离邪见》这一段 意思还未说完 我们说到第三 《邪见成就十功得法之三》 今天从第四条开始看 《永离邪见》有这些功得法 第四是《直心正见》 《永离一切吉空而忘》 《直心》我们说是正直的心 是真诚的心 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说 菩提心是以直心为体 这个直心也就是真诚心 这个真诚 怎样来定义呢 在曾国藩先生 他对真诚下了这个定义 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是为成 即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 心地清静 这个时候就是真诚心 如果有一个网念 还有一个念头 这个真诚心就没有了 这个直心就没有了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网念 他的真心就在现前 我们说这个人 就生活在一真法界当中 他的知见都是正见 因为他的知见和自性相认 他可以永离一切的吉空而无 世间人对于吉空和服 到很多疑虑 不知道吉空和服是由因果决定的 当一个人离开了邪见 他相信因果 所以他知道善必有善报 恶必有恶报 所以吉是怎样来的 吉由收善中来 我从去年年底 我从去年年底 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 当时我家人 尤其是我父亲 对我这个做法 这种决定 不赞成 他想不通 为什么这么好的大学教授工作 都放下 人家羡慕到不得了 人家都得不到 你已经得到了 为什么你要不去 辞去 而且你走上圣言教育的道路 真是 是禍还是福 都未知 是谷还是空 吉还是空 都很难复 所以我父亲有很多这些之类 那我就安慰他 我们学出佛了 知道 一个人如果是发心 是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我们所做的事情 念念是为了拯救世界 怎样拯救世界 应该由教育为先 以伦理道德 因果的教育 以圣言智慧的教育 来觉悟众生 这个是大善事 我们修善一定会有善报 我们走这条路 将来肯定比我原先的那条路 要更有前途 更光明 所以我们 一点怀疑都没有 对前途非常有信心 我父亲 通过这样的劝告 才慢慢能够接受 这个吉凶异妄 往往是对因果 这个道理 不相信 很多人学佛了很多年 你问他 是不是真实地 深信因果 未必 因为如果真正深信因果的人 他对前途不会有怀疑 他也不会去做恶事 他知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到 一点都不会有差错 那第五条 上生人天 不更恶道 对因果的道理 堅信不言 这个就是正知正见 不要邪见 他当然就不会去做坏事 换句例子说 如果还会做坏事 还会起恶念 还会有损人利己 自私自利的念头 对这个因果还不是深信 离开了邪见 深信因果的人 他因为诸恶都不做 众善都奉行 所以他的果报 上生人天 不会再堕落到恶道里面 不会再落到心恶道 第六 无量福慧 转转增盛 这个福是福德 慧是智慧 一个人没有邪见 起心动念 是正知正见 当然他懂得收福 福就越来越大了 福大了之后 智慧就开了 好像言语上所说的 福至心灵 一个人的智慧 想要开 首先又有福 福是慧的根基 所以我们想开智慧 应该要动得收福 多做好事 多为人着想 这样心思就能够灵敏 常常都为人服务 那么智慧能力 就越来越高 智慧和能力 是从服务他人中 而锻炼出来 所以你知道福和慧 所以你知道福和慧 根本就是善 所以随着他不断收善 无量的福位 就越来越大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 有一句今天的经文 和我们说 善恶报应 和福相成 身子当之 无随待者 善人行善 从乐入乐 从名入名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从名入名 这句经文 和我们说得很清楚 善恶 这些报应 如影除影 都是自作自受 我们想得到福报 得到智慧 这样 必定要去收善 收善一定会自己得到福报 自己做恶一定会得到恶报 自己做恶一定会得到恶报 没有人可以代替 所以善人 他是从乐入乐 从名入名 这个乐就是福 名就是智慧 所以他的无量的福位 转转增盛 而恶人 他由于愚痴 他有这些邪见 所以他不肯去做善事 往往是损人利己 结果是福都消了 智慧就越来越少 最后没有智慧 那就越来越苦了 所以从苦入苦 从名入名 他的痛苦 他的愚痴 变成了种种 转转增落 所以这个是很悲惨的 所以这个是很悲惨的 我们想改造名云 必须从念头上 由恶念改成善念开始 越改就会境界越好 第七条 永离邪道行于圣道 这里说的是 由于我们永离邪见 所以就能够永离邪道 起心动念 不起贪亲切 那就不会堕落山漠 起心动念 不会有损人利己 那就不会和邪魔爱道感应到一起 所以要知道邪魔爱道 是我们自己感应的 自己的心邪 自然就和邪人 邪私 邪魔爱道感应 我们把邪肩放下 随信佛菩萨的教会 随信圣德 就能够行于圣道 我们的结果一定是光明 可以回归自圣 回归自圣 就得胜圣果 永远超越六到六 不再流转 受苦 第八 是不起身见 舍诸岳月 这个邪见里面包括一条是身见 所谓见思烦恼里面第一条是身见 这是对身体的执着 执着这个身体是我 这是错误的观念 以为我这个身体 这个肉身就是我了 所以围着这个肉身去做业 一天到晚想着如何去保养 如何去化妆 去维护这个身体 越这样做 越增加这个邪见 要知道这个身体 他有生老病死的规律 历史你看看 哪个人能够免除得生老病死 这个身体死了之后 是不是我就消失了呢 不是的 我们的灵魂还存在 这个灵魂还要投胎 写身换身 所以西方现在的医学界 漸漸发现人有灵魂的存在 很多那些医生对于临死的病人 进行了实验 进行那些奔死体验的研究 发现一个人死了之后 我们说身体没有知觉 心脏停止跳动 脑电波停止 发现他的灵魂 竟然离开身体 还会看到很多景象 听见有人说 看见自己的身体 在下面还在病床上 然后灵魂回到身体之后 病人复苏了 这时候说出刚才灵魂出来身体之后 看到这些景象 医生把他的记录 这些叫做贫死体验 贫临死亡的时候 所遇到的这些经验 所以证明身体并不是我 还有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是不是我呢 能够知道人有灵魂 这个已经是进步了 但是灵魂都不是我 什么是我呢 因为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真正的我是叫做法身 法身是变虚空尽法界 整个宇宙都是我 所以这个真正的我就是这个宇宙 所有的众生跟我是一体 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进了这个境界了 那恭喜你 你成为了法身大事 你的身体还在 但是你的境界已经进了法身大事的境界 进了一阵法界 你起心动念 你绝对不会想这个身体 起心动念都是为了一切众生 因为为一切众生就是为我 我与众生是一体 所以这个宇宙的身体是我 那张三的身体他也是我 李四的身体也是我 王麻子的身体也是我 每一个众生 加上这个蚂蚁蚓蚊蚊蚓 六道众生 十发界众生 乃至树木花草 乃至这些筐木 各种星球 还有虚空 都是我 我都要爱护他们 因为他们就是我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得到大志在 你就不会为这个身体而造作恶业 你就舍诸愿恶业 这个才是正知正义 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还有什么好贪 全个宇宙都是我 你贪什么呢 你什么都有 你还和别人有什么憎恨对立 和别人憎恨对立 就是和我自己憎恨对立 就好像牙齿咬了那条舌头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验 牙齿咬了那条舌头的时候 那条舌头会否争恨那个牙齿呢 不会啊 因为一体嘛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绝对不会起贪亲亲的念头 我们可怜 可怜在我们迷失了这个真相 这个叫做作无量无边的恶业 又在这个恶业的果报当中受负 这个叫做可怜悶者 所以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离开这个邪见 第九是诸无外见 这里说的见就是见解 无障碍的见解 好像清良大师在《华言经》的梭抄里面说的 四种无外 所谓理无外 事无外 理事无外 事事无外 这个是四无外的法界 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都有障碍 这个无外的法界好像没有 要知道这个障碍在哪里呢 障碍最基本就是我们的我 作业就产生了障碍 所以首先要把十恶业放下 这个十恶业是我们本身自性中不好的 自性中就是无障碍的法界 我们把这些障碍放下 这样就可以入梦外 首先见解上没有障碍 这个见解上面的障碍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要把这些逐渐逐渐入房 那我们的性德就逐渐恢复 第十呢 是不堕诛难 这个难就是灾难 就是各种灾难你都不会守 我们学佛的人 希望这一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知道极乐世界无有诛难 不要说灾难无 连痛苦的名词都不会有 那个叫极乐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灾难很多 天灾人和 不断 我们如果要求生极乐世界 一心意求生 真正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都心地安定 念佛求生静土 这个灾难我不会受 现在的科学家 同我们预言 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问题 已经成为非常之严重的对人类的威胁 十年之内 冰山就全部溶化 地球就没有冰 这个很可怕 第一个现象 海水海平边上升 这个海边的那些城市 通通都被淹到水底 另外 这个大江大河 他们的发源地 都是冰山 你看我们的长江黄河 都是从雪山那里 水溶了之后 流下去 如果地球没有冰 那这些江河 就很可能 干了 没有淡水 那你说人类如何生存 再加上这些天灾人 现在人的精神 都没有人在集中 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 起一些 恶念 你看看最近发生的 维吉利亚的 理工大学的校园里面 枪杀案 空手 是一个学生 竟然拿枪打死了几十人 没有了理智 现在的人 为什么没有这些理智呢 因为恶业的趋势 全世界人都做恶业 那些恶的波 影响到我们的思绪 我们自己都没有百分之控制自己 没有百分之控制着恶念 所以你想想 这个地球上 这个原子弹 数量可以毁灭地球 几百次 如果控制原子弹的 这些人突然有一天失了理智 按了那个电流 要知道 那个原子弹爆炸 可以毁灭地球 这些危险存在 有这些机会 现在的恐怖主义这么多 谁知道会不会出现一个恐怖主义者 想着我们一起来死 所以这些天灾和人和 这些灾难 日日威胁着我们 人类 那我们知道 这些灾难 的根本 就是贪亲赐的恶业 如果我们 永离邪见 不再起贪亲赐 不再做恶业 我们在这个共业当中 有别业 大家都受灾难 但是我不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果报 是没有这些灾难 我没有这些灾难的因 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断恶修善 勇猛精进地断恶修善 他就可以离开这些株难 所以大灾难当中 都有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 一定是 他多生多世 或者今生 福德 一深厚 所以他不堕专难 所以他不堕专难 佛劝导我们 永离这些邪见 得到这种十种的功德法 非常之殊胜 同时我们修这些善业 一定要回向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 不要只求人天有流的福报 如果若能回向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 阿努多罗三妙三菩提 是一个梵文 阿翻译成无 努多罗翻译成上 三是正 妙是等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也就是圆满成佛 我们回向这个成佛 以后真正成佛 能够促正一切佛法 成就自在神通 一切的佛法 包括小成佛法 菩萨性的佛法 和原教一成佛法 我们都能够正等 都能够圆满地得到 因为那些佛法都是自圣本有 我们随信性德 永离邪见 自然就能得到这些佛法 成就这些自在神通 我们说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这是佛法上得到的 这些佛法 这是我们的十善业 每一条善业所得到的果报 学习日 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十善业度是一切佛法的基础 是一切福报的基础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十善的果报 金树星很向往 希望得到 要知道一定要收恩 同时一定要回向求生激活世界 我们修善 福不要现在响 什么时候响福 临终的时候响福 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 不迷惑 不贪乱 身体不会有病 念着阿弥陀佛 见佛来接引我 这是大福报 我们一生修善 希望有最后这一刹那 有这样殊胜的果报 这个就叫做回向菩提 所以我们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就是回向菩提 为什么呢 去到极乐世界就一定成佛 这个也是佛 希望我们这样做 你看看 每一条善业说完之后 就要我们回向阿弥陀佛 就要我们回向阿弥陀佛的三菩提 所以知道佛的真正意思是要我们回归到本性本善 圆满成佛 下面呢 佛又继续跟我们说 这个修十善业是修正菩萨的六道基础 讲完六道之后 又讲四无量心 还有四泄法 然后就三十七道品 还有止观 方便 这些都是佛法修行的科目 这个比十善业又更提高了层次 但是要知道 他们都是建立在十善业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十善业 一切佛法都不能够承受 我们来看 离十善业 而去修菩萨六道 第一条是布施 六道第一条是布施 然后是忍辱 然后是精进 慈戒精进 离十善业 离十善业 和智慧 修这个六道 佛和我们一条一条地说 都是要用十善业 作为基础 而得到圆满 我们来看经文 以时世尊 伏告龙王言 若有菩萨 以此善业 于修道士 能离杀害 而行施故 尚富财宝 无能侵夺 长寿无邀 不为一切怨 不为一切怨责损害 这一段是说 修六道 修布施 以十善基础 先说离杀害 而修布施 以时世尊 伏告龙王言 这个时候 佛讲完十善业 所得到的 殊圣果报之后 继续跟龙王说 你看看 每一次都是主动叫着龙王 龙王是本经的当机者 证明 世尊很慈悲 不问自说 下面的开示 一定是很重要的 若有菩萨 依此善业 菩萨 叫做觉有情 他是有情的众生 他有感情 但是他是觉悟的 觉悟了的人 他一定会修行 如何修行呢 要依此善业 从十善业开始收起 于修道时 能离杀害而行施古 在他修行菩萨道的时候 来十善业 来十善业 第一条是来杀害 不杀生 他要依此善业 这些报寺 报寺是菩萨 是菩萨修行的重要科目 这些报寺有三种 第一是财报寺 第二是法报寺 第三是无谓报寺 这些报寺 最重要是要有清静的善业 作为基础 例如财报寺 你用杀害得来的财 那拿去报寺有用吗 那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要离杀害去行施 那果报是什么呢 尚富财报 无能侵叠 你的财富就越来越充足 因为报寺的恩 果报就是财富 你报寺财得财 报寺法就得聪明智慧 得公得法财 报寺无谓 使得众生安宁 这样你得到健康长寿 因为这些财宝 是你修善恩德的 这个果报 没有人能够侵夺 如果能够侵夺 那么恩果就没有了 所以不可能有人破坏到恩果 所以他无能侵夺 所以这一条贯穿到整个下面说的六道 修行六道里面的 这个报寺 这个修每一条善业 而行报寺 你都会得到上富财宝 无能侵夺 无能侵夺 下面一条是说不同的果报 这条上富财宝 无能侵夺 是总报 下面是别报 好 长寿无妖 不为一切怨财损害 因为你不杀害 还要报寺 所以你得到长寿 不会中途妖 一切怨财都不会来损害你 这个怨就是怨亲宅主 财就是道财 因为你的财富是受善恩的基础上得 他们这些怨财怎么可能损害你 如果不是在善业的基础上收布施 往往这个福报不会长寇 好像在清朝末年有这样的故事 是一个官员 当时朝廷拿一笔钱财 去官员所管合的地方振载 因为基民没有收成 所以非常多的人都面临着饿死的困境 结果这个官员看到这些赈灾的钱 起了探索 就私下把他据为己有 结果很多的基民 因为没有得到这些朝廷的救济 而饿死了 后来这个官员良心发言 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对了 伤天害理 所以就持官员 忍性埋名 他回到自己的乡下 为了赎罪 所以赶行报仕 在自己的乡下 在自己的乡下 这个真是救济机民 另外拿钱来建字庙 修桥保路 反正各样善事他都做 结果全乡的人都非常赞叹他 说他是一个大善人 结果没多久 这个人竟然有一天马克睡觉 突然间就吐血而死 死得很惨 他太太吓得很惨 就请了一个通灵的人 来看他的先生 他的魂魄去了哪里 结果一看 原来他的先生的魂魄去了地獄 他的太太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 后来根据调查之后 才知道他的先生在早年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情 因为他的这种偷国家的财物 饿死了很多机民 这个是杀害 虽然他杀害 但是他是报仕 所以大家看他也是一个大善人 但是他前面的因果 没有办法代替 结果他没有长寿 要离杀害 而去报仕才有长寿无妖 这个人一定是被那些机民 在地狱里面 燕罗王那里告状 所以燕罗王把他的魂魄 勾到地狱里面 这些怨恨他的人 对他有善害 所以我们明白 修善一定要和断恶 在一起 就是这样做 如果只修善 一边修善 还一边做恶事 这个 你修善有你的善报 但是恶的因 恶果 没有把自己改变 下边是说的 离不语取 即是离偷渡而行报仕 离不语取 离不语取 而行私固 尚富财宝 无能侵夺 罪性无比 悉能备习 诸佛发作 这个不语取 就是偷渡 人家不同意你 未同意的情况下 你拿了别人的东西 这就叫偷渡 如果是用偷渡来的财物 去报仕 你说他怎么会有好的果报呢 这个林则徐先生 清朝末年的一位忠臣 他曾经说过 十无益 这个隔夜 其中有一条说的是 望取人才 报仕而无益 如果偷渡人家的财物 拿去报仕 他怎么可能会得到真实的果报呢 所以要离开 这种偷渡的行为 离开偷渡的念头 不再占别人的便宜 那你去报仕 你的果报才是清净 才是殊胜 那有什么殊胜果报呢 尚富财宝无能侵夺 你的财宝 无人能够侵夺你 追星无比 適能备财 诸佛发作 这个修善 通过修这些不偷渡 持这个戒律 而积极地行菩萨道 这样你就能够得到 最圣无比的果报 你就能够得到 避习诸佛发作 诸佛发作 都是从这个慈戒 能够开启出来的 所以佛法里面 讲菩萨道 六道里面最重要的两条 一个布施 一个慈戒 佛跟我们讲以戒为师 有清淨的戒体 去修布施就是修善 这样才能够入佛发作 下面讲的是 离邪入 而去行布施得到的果报 离非凡行 而行施故 尚富财宝 无能侵夺 其家直信 母及妻子 母有能以欲心事者 离开 非凡行 非凡行 就是说的邪淫 凡是清淨的意思 就是不清淨的这种行为 要离开 离开这些不清淨的邪行 这样去保施 去修路到 你的果报 就是你能够得到 尚富财宝 无能侵夺 在总报的基础上 你还有 其家直信 母及妻子 无能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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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心事者 这个 是 尚富财宝 不斜行 收财宝有这种果报 其家直信 信就是和信 我们说的家庭美满 人人都能够正直 都能够和信 这个家庭是幸福家庭 所以使我们的家庭幸福美满 要懂得自己 要有戒行 特别这一条 邪行这条 一定要远离 甚至 邪念都不可以被他生出来 见到人家的妻子女 不可以动邪念 要知道 他说 己所不育 物施于人 我自己不希望我家人 受到人家的侮辱 怎可以用这些欲心 怎可以用这些邪念去对待人呢 所以 什么事都有因果 如果我们能够正直 不可以用这些邪念 不可以用这些邪念 我们家人 我的母亲 我的妻子 别人都不会用这些邪念 来看他们 如果犯了邪行 或者邪淫的念头 在心里面充满 就算你去行布施 你都不会得到上夫财保 反而你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 你看看《无量寿经》里面 他说过 不良之人 身心不正 常怀邪恶 常念淫欲 凡满空中 邪态外翼 废船家财 示怀非凡 常常有这些邪念 必定有这些邪行 他可能出去嫖娼 满足自己的这些欲望 他的家也不会有和睦 他自己的烦恼会越来越多 而且他废舍不加财 可能因这些事情而搞到家破一亡 所以要懂得 如何才能够保存我们的福报 我们想要有长久的福报 固然这个福报是过去生中收布施以来 收财布施你得到财富 财富如何保得住人 一定有戒律 我们收法布施有聪明智慧 有聪明智慧的人 如何才能够善用他的聪明智慧 有前世受无怀布施的 他有健康长手 如何能够使得健康保持 使得真正得到长手 不斜淫 非常重要 现在的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这里讲完了新业的三种 杀到淫 而收布施人得到财富 下面我们会继续学习 收口业善业 而行布施人得到财富 我们休息五分钟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人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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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动作 我们想要多谢大家 一顿 再厉害 带我们 他 再 take 一顴 成全 成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